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就是刚才赵川老师在最后都问了 你们每一个人觉得对方有什么好 你们都说了 然后在听对方描述自己的好的时候 心里什么感受 他说你给他做那个葱花面的时候 你有想过那件事情会让他感动到现在吗 不会 我都 我自己都忘了 那男生呢 现在想想可能就是感觉还会 就是有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 就想流眼泪的那种感觉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或者小事 甚至是留给对方的一些深刻的印象和感受 都会被自己忽略掉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忙着往前走 然后更多的是看到了对方身上的缺点 然后一直在抱怨 一直在埋怨 而忽略了这些细节 和让你感动的那些小事 当你在审视这段感情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要先审视 我还爱他吗 我爱他什么 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初衷是什么 你们刚才就是谈到一点 就是说觉得在一起的时间太快了 就闪恋 其实每一段爱情发生都是很突然的一件事情 爱情的到来就像我们走在大马路上 突然掉进了一个井里面 深不可测 这就爱情到来了 可是爱情它分为两层 爱和情 爱就是那一瞬间的事 我们爱了就是爱了 情是什么 情是在之后的日子里面 两个人彼此磨合 包容 忍让 理解 度过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无聊的日子 还能相互彼此陪伴 产生出来的那个叫情 可是这个情是基于 你们是否愿意为了这份爱 付出忍让 付出包容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那爱情是圆满的 如果不愿意的话 也没关系 我们曾经认认真真地 爱过一场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 其实接下去要考虑 不是说换工作 也不是说怎么样 因为如果真的很深爱 对方的话 是可以找到 任何的调节的办法 和调剂的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一味地说 让对方改变 自己不付出 那这样的爱就太自私了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 在一起的初衷 如果真的觉得 在一起的痛苦 抵挡不了分开的痛苦的话 那就珍惜彼此 如果觉得真的太累了 那就分开 认真爱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二位分享你们的故事 我想说第一个两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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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